學號跟姓名,放在修課資料 另外還有什麼呢,將上課 級別跟班別放在CD,所以其實這個資料在哪裡,我們看一下 學號,學號在這裡,這兩個嘛 還有這兩個,所以其實比較快的做法,你甚至可以選這兩個按Ctrl鍵 再選J跟K 這兩個按右鍵把它複製 這兩個範圍,一次就可以全部貼過來了 這好像我剛剛貼過了 貼過來之後的話 再來的話 我把這個先 假設Delete掉 貼的話你就直接把它貼上去 OK,把它直接貼上 他就會幫我把這兩個範圍的資料 整個就貼到這邊來了 OK 貼過來之後的話,接下來 他要我們再做什麼呢 貼過來之後,這兩個範圍 然後他說 再來的話 A就完成了 B的部分 部分就是 在這個地方填入相同顏色 跟年齡一樣顏色 姓名部分 跟這邊的 年齡 年齡我們看一下它什麼顏色 就這個顏色 所以把它填什麼 金色輻色系 所以這個地方把它 把姓名的部分 Ctrl Grip向下 然後這邊的話填一樣的顏色 填這個顏色 OK,這樣就完成了 題目其實是這個意思 看半天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什麼 它的外框一樣是次出實現 然後顏色的話是黑色 OK 所以我們一樣把 這個範圍 整個選起來比較快 的方法 游標放A1 Ctrl Grip向右 再向下 這樣就整個選起來 會比較快 然後呢 他要我們把它改成什麼 次出框線 所以其他 其他框線 那次出框線是這一個 顏色的話是 這個黑色 OK,所以 1是樣式 2是色彩 那3的話它要什麼 他要我們把它 根據外框而已 所以內框不用做 所以外框在哪裡 外框在這裡 所以 1 2 3 這樣就OK了 按確定 所以其實 理論上你只要看懂題目照著做 我覺得這個證照考試也基本上不會太困難 然後再來最後的話 他要我們把什麼呢 把班別定義一個名稱 什麼叫定義名稱 實際上就是說 我可以先把班別兩個字先複製一下 然後呢把底下的範圍選起來 底下的範圍就第2 到最下面我們用Ctrl-ship向下 選完之後有沒有 這個範圍 以後呢 我就叫它叫做班別 所以把這個班別兩個字貼到這裡 貼上去按Enter 那這個有什麼好處呢 以後 我叫這個名稱 就是這個範圍 那你怎麼知道這個範圍在哪裡 其實你可以從公式裡面的名稱管理員 那你可以看到這邊就有個班別 指的就是這個範圍 那以後怎麼呼叫 以後就按F3 或者你打班別也可以的 那為什麼要做這個動作 其實你可以看到 這個就是他開課的學員資料 然後這個學員上什麼 課程的 這個編號 那他要算什麼呢 其實就是切到隔壁這裡 上課人數 上課人數什麼意思 這個地方就是有這麼多 班別代號 有沒有 這個班是什麼 那如果我想知道 上那個C04的到底有幾個 我要把它統計出來 可是如果你不會的話 你不要傻傻的 就是這樣 C04 你就往下找 有沒有 找到一個 加1 找到一個加1 那裡面這麼多個 你可能慢慢 可能你如果假設不用C04 真的永遠做不完 你頂多好 比如說你想說老師我有一招 叫什麼 資料裡面有排序 排序比如說A到Z好了 你會發現 這樣就出來了 老師我知道1234567 7個人 對 然後再把數字填上去 當然不是這樣 特別注意 雖然這個排序可以看出說 到底幾個人 可是不是好方法 那怎麼算 怎麼做比較簡單 其實 就是題目裡面要的 利用什麼 COUNT IF 所以插入函數裡面 找到一個很重要的函數 在統計裡面 它叫做COUNT IF 所以C開頭的 它按照英文字母 COUNT IF 就是COUNT IF 這個其實 意義上 特別注意這個COUNT IF 非常非常好用 而且非常非常重要 就是說你 以前用人工的方式算 千萬 就可以 不要這樣做了 一定要用這個COUNT IF 來幫你算 按確定之後的話 它會 給兩個 兩個參數 第一個條件說 範圍在哪裡 範圍就是剛剛我們選客的 這些學生這麼多 那你其實剛剛我們不是有定義 一個名稱 所以你按F3 特別重要 剛剛有定義一個名稱叫 要斑別 如果你這個時候 按一下F3的時候 它就會把剛剛的那個名稱叫出來 這個名稱 指的就剛剛修課資料裡面的那個範圍 好像是第2一直往下 那個範圍 所以我們用選的就可以了 幫我統計一下 所有選客的人裡面 如果是 C C04的呢 有幾個 他會幫你算 所以你會發現 你給一個範圍 跟給一個條件 他就幫你把這個C04 在這個範圍裡面有幾個 他就幫你算完 統計完結果呢 總共會有7個 就剛剛我們排序 一樣的結果 可是如果你排序這樣算 還是很浪費時間 但是這樣的方式 你按一下確定 有沒有 他就幫你統計完了 然後再來的話你直接向下填滿 就 全部算完了 OK 所以如果你要當個承辦人員有沒有 你要去 統計說哪一個班多少人 哪一個班多少人 假如你e-sale不行的話 說真的啦 你會很累 但是如果你e-sale很OK 說真的馬上就有結果 這個其實真的差別還蠻大的 其實這個在很多地方我都有感覺 像比如說算你們成績的時候我發現 我會e-sale真的是太方便了 所以我算你們成績真的花不了太多時間 因為我覺得已經都 有一個規則了 所以特別注意 Count if 這個可能要特別注意 公式在這裡 Count if 班別 然後呢 根據這個b2的條件 幫我統計 所以剛剛這個地方 修課資料裡面 記得這邊要定義一個名稱 把這個複製之後 再把底下選起來 然後給一個班別 OK這個可能要特別特別注意 那 再來的話這個就做完了 所以剛剛講到第3個 然後再來的話呢 最後 最後就完成了 OK 這一題就完工了 所以 底下的話就把它另存新檔就OK了 所以最後的話呢 就是再把這個結果 把它另存一下 那存檔名稱的話 規則一樣 你就叫做exa OK 這邊就是給一個名稱叫 104好了 OK 那我剛剛已經把這個 就是 Poto上面已經開了作業區了 所以 你們假設要交作業的話 你就是交到這個作業區裡面去就可以了 所以總共有兩題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好嗎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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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